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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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原子妃 是绿水人佳阳 世界 静态 都是为了你而存在 生气肆意 是热辣的味道 想问 郎君你要不要一起来唱 听雨打芭蕉 卷水冰档 说山长山断心 别有点傻 说你放心 鸟鱼吃衣裳又合法 多心中有暖阳 看完家灯火 宇宙清阳 等一阵明灯把天照 开完时太平铺 永远比海市岛 都应该骄傲 谁在秋千夏里 轻轻雨 门欢同律 桃花雨年就要相遇 竹山翠影 千鸿七尺长 请多指教我的晴朗 大人 许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 许大人 请 韩大人 找我何事啊 韩大人 恕我斗胆之言 你拿着朝廷的俸禄围观一方 岂能容忍自己的侄儿横行乡里 鱼肉百姓 这南风斋挤走同行 垄断了整个乡州的药材生意 将药材的禁价压得极底 令采药人们苦不堪言 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你良心何安呢 这件事与我无关 这南风斋的掌柜是你侄儿 你敢说与你无关 我那侄儿自幼便有腿疾 下不来床 怎能经营偌大的南风斋 他只是挂着掌柜之名 也算是我韩某人的投名状吧 若非如此 恐怕这乡州之府早就换人了 此话怎讲 韩大人 今晚下官做东 还请韩大人到萧香驿馆一局 这南风斋的处理人竟然是汤泽 我错 可是我见他每日在通判书里日理万机 他哪有别的功夫去管理南风斋啊 当然不是他亲自打理 南风斋名面上的东家是名女子 叫韩文芳 他便是汤泽的庇主 这涉及赢钱的杂物就不劳烦你了 你才刚来 对很多流程都不熟悉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你也说不清楚 还会给人留下话笔 坏了你许贤弟的清白 我是乡舟府新上任的同判 您有任何的困难和问题 可以报官 也可以和我说 同判啊 走走走 别上网这儿装好人了 既然如此 韩大人 汤泽作为您的下属 您怎能容忍他如此的肆意妄为 下属 你许大人也是我的下属 我岂敢干预你行事 现在谁人不知 你是宁王的人哪 韩大人慎言 下官拿的是朝廷的风楼 并不是任何人的当允 我韩某人 虽不及许大人的榜眼之才 但也是近视出身 兢兢业业二十余才 才坐上之知府之位 许大人若无宁王赏识 岂能为官不足二载 便容生这无品通判啊 韩大人的意思是 汤泽他 汤泽不向许大人 有上庸的正绩帮身 他若身后无人 又怎能生上通判之位 与他只不过是虚之罢了 他真正打理的便是这南风斋啊 徐大人 我奉劝你 不要插手此事 即便是宁王 也未必会支持你 此话怎讲 香州药材冠绝天下 你当这朝廷 不知道南风斋之事 南风斋 垄断所获之力 户部和内裤 皆有所得 这鲁鱼鲜美 却不是寻常人家能享受得了的 徐大人 好自为之吧 户部我知道 可这内裤是什么呀 内裤就好比皇家的户部 户部不就是皇家的吗 不同 皇家是皇家 朝廷是朝廷 大哥 就这么说吧 户部就好比是胡家肉铺 这内裤呢 就是您放私房钱的地方 我没私房钱 我真没私房钱 那就是大嫂放私房钱的地方 好 那我就知道了 我只知道 盐和铁是禁止私营 由朝廷垄断的 可是这 药材也是吗 自然不是 不然他们遮遮掩掩 弄个南风寨干嘛 压榨百姓 与民争利 朝廷就这点本事 慎也 此事不简单 小心隔墙有二 这件事情 还是要当面 向汤泽问清楚 出比较好 汤泽问 我来是想向你询问仪式 还请汤泽如实回答 何事啊 南风寨背后之人 可是汤泽 是谁告诉贤弟的 是谁告诉贤弟的 是 也不是 南风寨听我的是没错 不过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奉谁的名 徐行家 你过界了 你不知道 证明你还没有资格制度 我既在香州围观 就要替香州的百姓谋服 这南风寨损害了百姓的利益 我自然要问个一清二楚 百姓的利益 这南风寨赚的银子 都进了户部 用来挣栽开荒 养兵立马 这难道不是百姓的利益吗 若真如此 只需官家一纸人书 和盐帖一样 将这药材买卖 归入官营即可 又为何还会偷偷摸摸 打这南风寨的旗号 行垄断之事 就算是户部为了百姓 那内裤呢 蛇灿莲花 机巧善变 不愧是榜眼之才 那你既然知道内裤 与此事有关 那自然应该明白 持军之路 中军之势 上头怎么吩咐 你又怎么做 这才是伟官之道 倘若上面的人 让你贪赃枉法 卖官欲绝 中饱私囊 鱼肉相礼 你也会照做吗 你这么做 对得起贫苦百姓吗 你头顶的乌纱帽 是谁所赐 你的榜眼 是谁所赐 你每月的凤脸 是谁所赐 岂有一样 是你口中的贫苦百姓 给你的 那都是朝廷给你的 徐清家 荒唐 若是没了百姓 又何来的朝廷 好啊 那就让你口中的百姓 罢我汤则的官哪 徐贤弟 唯兄奉劝你一句 这世界上最大的 就是两个字 规矩 科举 有科举的规矩 官场 有官场的规矩 我劝你 不要拿自己的前途 开玩笑 这世间最大的规矩 是黎民 是百姓 不懂官场的规矩 你如何做官 如何造福你口中的 黎民百姓啊 许大人 我会阻止你的 你一个无品官 怎么阻止我 到底该怎么样对付唐泽 准确来说 你要对付的不是唐泽 而是他背后之人 此人拥有不逊与假象的权势 至少是一品大员 还和内裤有所勾连 说不定还有皇亲国戚也参与其中 不逊与其中 你不逊与其中 你是几品来着 大哥 我是无品 无品 要不这事算了吧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他一个无品 也就是条小鱼 这 这体量还没人嘴大 怎么跟人斗啊 不秀 此话有误 许清家 可不是什么小鱼 这无品官员 在寻常州府之中 或许是条小鱼 但在京城之中 勉强是条泥鳩 清江 跟我走 去哪儿 去肉铺 搁他几十斤肉 然后去给汤大人赔礼道歉 够了 这一品大员又如何 皇亲国戚又如何 他们就可以目无法戒 鱼肉百姓了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不 说的就是 这些达官贵人 他们压根就是胆小鬼 咱不用怕他们 阿娇 那话不是那意思 都没有种 怎么不是那意思 不管了 许清家我问你 那些采药的人 他们常年在外 跋山涉水 日晒雨林 他们冒着受伤 甚至丧命的危险去采药 他们有什么错呢 他们什么错都没有 却要受苦 挨饿 遭穷 那么错的 一定就是朝廷 阿乔 说得好 民为贵 涉及赐质 君为情 即便会得罪汤泽身后的权贵 我也要力争到底 向周那批龙骨 愁错得怎么样了 那位大人需要的分量有些大 目前还差两成 这龙骨挖掘起来 不仅困难 有的时候还需要看运气 甚至 多加些人手吧 如果不能按时上交 掉脑袋的 这香州龙骨 乃骨中极品 极为稀有 价值千金啊 那位大人常年累月的用药 莫不是得了什么大 好了 不该问的别问 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否则南风斋随时被收回不说 我们俩性命也难保 好 我知道了 子郎 那许清家执意要坏南风斋的事 这该如何是好 他如何坏事 南风斋形垄断之事不假 但并未触犯朝廷的法度 虽说当年驱逐其他商家时 使了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但那韩南胜也不是傻子 不等副大人说话 就把事情压下去了 许清家能做什么呢 什么事情 我应该做得更新的事 在这里 我应该是好 想不许清家 天主 你回家 你回家 你就别在这儿转悠了 鞋底都快磨穿了 阿娇 这事还是不太放心 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南风斋所行之事 确实是以示压人一权牟利 可是它并没有触及朝廷的律法 我实在是不知从何下说 这还不简单嘛 南风斋行垄断之事 可朝廷并没有明令禁止 其他人做药材生意 对不对 其他人不敢去与南风斋争 是因为他们害怕的是汤泽 而我又不害怕汤泽 只要我这只出头鸟能飞起来 那一定能带动其他人也都动起来 这竞价的人一多 南风斋自然就无法再压敌药材收购价 行吗 娘 您先去做饭 我来招待恩人 好 好 好 喝茶 好 恩人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收药材的 可是上次 你千万别担心 上次伤了我大哥的那帮小混混 今后不会再招惹我们了 既然恩人您如此有把握 那我愿意试一试 若此事能成 您不光是我华拓的恩人 也是整个向周采药人的恩人啊 你莫要这么说 虽然我比南风斋价格高出五成 但我也大大的占了你们的便宜呢 行 今日我便先告辞了 真的假的 你没开玩笑吧 绝无半分虚假 我恩人说了 收药当日便钱货两清 真行啊 这个好 这个好 真的 真的 真好 华拓 那可是我们把药材卖给了他 南风斋的人会不会找我们麻烦啊 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没关系的 我恩人可厉害了 你们放心吧 不会出问题的 是吗 让开 让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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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去采药 这这么闲哪 他才 说什么呢 我听有人说 要把南风斋的药材卖给别人 这坏了规矩不是 什么规矩 谁规定这药材就是你们南风斋的 况且你们南风斋一分钱定金 都没给过我们 这怎么就是你们南风斋的药材了 年轻真好啊 兄弟们 好 带这位小哥去谈谈心 聊聊作人的道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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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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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哪来的傻子 赶紧滚 怎么说话呢 有本人朝我来 打不死你我 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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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吗 凌云 我让你欺负人 怎么来了 认得我了 认他认他 知道我妹夫是谁了 知道 知道了 知道你还欺负人 来啊 来 来 我妹夫 二位爷 对不住 是小的以前 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二位 二位 满意了吗 滚 快滚 告辞 走 来 乡亲们 这两位便是胡老爷 和永寿 多谢 诸位乡亲 我胡后胡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种鱼肉香礼 弃压百姓之徒 他们以后再来 尽管找我妹夫 他是咱们乡州通判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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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多谢 谢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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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爷 我跟你说 我这个手 今天算是开过光了 对对对 不洗他了 对 不要谢 不要洗 不洗他了 痛快 很久没这么痛快了 对对对 妹啊 我跟你说 真让你猜中了 那些坏人都去了 可是你猜怎么着 我一体妹夫 全怂了 屁股尿流就跑了 他们以后再也不敢 去欺负那些村民了 就是就是 够啊 妹 厉害 你手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以前在上牛 我虽然是牙役 但一直都是挨打的那个 只有今天 我才体验到 什么叫狐假虎威 什么感受 舒坦 太舒坦了 可是南风斋 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 你就放心吧 日后若是他们还敢玩阴导 那就真的落到 杭家舍利了 杭家 杭家 吴城 那许清家愿意当渊大头 让他当好了 他有多少钱 能进多少祸 泽郎 你可莫要小瞧了此事 这生意上的门道啊 你还不清楚 这胡记药材铺自然是没有多少本钱 可是香州做药材生意的大伙 可不少啊 此风一开 今日是胡记 明日便有李记 张记 刘记冒出来 这药材的价格就压不住了 怎么 他们家家都有个香州通判 我动不了胡记 还动不了他们 那他们要是把钱交给胡记 让胡记贷买呢 再或者入股胡记呢 泽郎 不然 我们请傅大人出手 把那许清家给弄走 不妥 若是这么点小事 就让傅大人出手 那我在大人那边 还有什么价值 况且 许清家有宁王的庇佑 若是真把他怎么招了 宁王拿傅大人是没辙 但未必不会把气撒到我的头上 你认为 傅大人会保我吗 神仙打架 凡人造扬 棋子 在爬得更高之前 随时都能成为棋子 那 这该如何是好啊 我明天去找许清家谈一谈 他虽然知道我背后有人 但不知道是谁 我倒要看看 他知道了之后 还会不会这么应激 许贤弟 可有时间一续 汤兄 若是公事 请讲 若是非公事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许清家 你当真要与我撕破脸 你以为放上了宁王 便可以肆无忌惮了 我今日不妨告诉你 这南风斋究竟是谁的 三朝元老傅大人 这满朝的官员 大半是他的门生故里 便是假相见到他 也得退让几分 恭敬地行后生理 可是皇后娘娘的生父 太子殿山的外祖父 父太师 正是 就这样 你还要跟我作对吗 其实 只要你肯归顺于我 不再和我作对 我定会在傅大人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 待我高升回京之时 自然会带上你 这宁王和太子 哪个山头更高 你不会看不明白吗 混账东西 你说什么 我说 混账东西 你 这傅太师位籍人臣 皇亲国旗 按道理来讲 他应该比普通的朝臣 更爱黎明百姓 太子是未来的天子 黎明百姓皆是他的子民 与民争利 便是断了太子的根基 这傅太师 上 对不起自己的外孙 下 对不起天下苍生 他就是混账东西 好 好许英家 不是太阅 我看你今后落到了什么下场 不送 扎臂 大人 放手去做 是 三朝元老 当朝国舅 太子的祖父 还是太师 你还当着他走狗的面骂他 徐行家 你现在挺硬气的嘛 我这不是一时冲动嘴瓢了吗 我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娘子 为了你的安危着想 要不我重新写一封修书给你 你敢 开玩笑 开玩笑 这次啊 是真的撕破了脸 药铺那边 我怕汤泽会真的不择手段 这个你放心 我早有安排 管他什么太师 我一刀下去 该秃还得秃 这三朝元老年岁都这么高了 娘子 他们怕是不怕你的刀了 你 不是 放脚 这лу铺 好好好 来 先等等 来 慢点 慢点 来 来 那就是我的 给 再来啊 好 坐 快 我这个 来 您看看这个 这一块好啊 好啊 好啊 这个是我的啊 来 诸位好汉 有何吩咐 爷爷是此地的山匪 车和马留下 饶你们不死 人 滚蛋 快走 走 走 你 下车 你们犯了三个错 一 山匪从来不会自称为山匪 都会说自己是哪个山哪个寨的 二 山匪都是一群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人 根本不会保命 三 你们没我专业 有 喜欢 海 有 知道我为什么穿黑衣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剑上血 看得出来 快跑 滚 滚 杭家 继续赶路 走 走 走 大哥 其他弟兄呢 过来啊 大哥都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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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呢 哦 老三挨了一脚 躺在床上养伤呢 老七在房间里照看他 哦 哦 啊 那带弟兄们就知道好吃的 我去看看冷酸 兄弟们无能 事儿搬砸了 不 办得挺好 行了 快去吧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谢大哥 谢谢大哥 行了 快去吧 快去吧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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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起来 老三 躺一躺 躺 怎么样 还行 老三 他们都得吃饭了 你也去吧 我来照顾老三 快去 快去吧 好嘞 大哥 大哥 老三 吃药 大哥 是我没用 不好 老三呢 是当哥哥的没用 为了兄弟 只能委屈你了 大哥 哥 快点 都来看看 来来来 估计你砸死人了 快来看 救出来 救了 胡锡药铺打死人了 夫人 门口有一帮人 他这尸体过来 说咱们胡锡药铺杀了人 杀了人 虽然他们换了衣服 但应该就是昨天扮成山匪 打劫咱们的人 有诈 昨日那一脚虽然不轻 但绝不至死 那人是昨天自己爬起来跑掉的 对啊 他 他自己跑的 走 咱们出去看看 就是他们啊 胡锡药铺打死人了 交手凶手 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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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手凶手 就是他们 快 人偿命 交手凶手 好人吗 杀人偿命 确实是死人 确实是死人 还我 干嘛干嘛干嘛 救人 干嘛你们 冷静一下 救人 快救你们 冷静一点 这位大娘 我们理解你的丧子之痛 不过 他的死确实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莫要挫怪好人 就是你们 什么没有关系 昨日在山道上 就是你 就是你 你说我们挡道 老三与你憋了几句 你便行凶伤人 踢了老三胸口一脚 昨日老三重伤不治 死掉了 就是他干的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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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杀人 他就是杀人 但你怎么 别老说 杀人 杀人 就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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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昨日我确实踢了他一脚 但绝不至死 况且 我朝法度 如玉山匪路霸劫道 即便是 打杀了 也无罪 你说人 杀人 杀人 别老太心本了 没杀人 杀人 杀人 我爱着他们就是山匪 对啊 乡亲们 邻居们 还怪我们 我们大家都是乡舟的 都是南风寨的伙计 你们也都认识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会是山匪呢 分明就是他胡继 杖家他们家老爷是三官的 就像余小伙伴 我跟你说 别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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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让我们难做呀 分明就是栽造陷害 是 是 是 别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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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夫人 您宪宫可是同叛大人 小的有十个胆 也不敢乱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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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 什么老爷 别瞎说啊 是 是啊 您不许瞎说 我不是胡继的伙计 此事与胡继无关 我跟你们走便是 高征 阿嬌 没事 赶走 得嘴了 走 阿嬌 走 我的 永少 赶紧通知许新嘉 没有可能 被南风寨设计陷害了 好 这 这胡继简直是欺人太甚 老三可是店里的老伙计了 不能让他不明不白就死了 你得严惩这个高正 国有国法 杀人偿命 你不用操心 倒是 让店里的人把消息散布出去 咬死了高正是胡继的人 明白吗 好 大人 扎臂求见 进来吧 你先出去吧 嗯 夫人 夫人 大人 怎么判的 果然如大人所料 兄弟们咬死了和胡姬的人 在路上相遇 发生了冲突 胡姬没有我们 抢他们药材的佐证 双方并各执一词 但那高正 承认了伤害老三的事实 虽没办法直接证明 老三就是死在那一脚下 但主审的断公草迫于压力 也只能将高正收监了 老三的尸首呢 已经交给武座 武座也打点妥当 明日便能将高正定罪 我要他定罪有何用啊 我要的是许清家屈服于 不再跟我作对 眼下高正就是最好的软胃 你们定了他的死罪 许清家岂不恨我入国 解禁所能的坏南风斋的事吗 大人 想着懂了 这高正本是上庸的县位 身手不凡 有他在 你们的确很难动胡接 让他在牢里吃吃苦头 关着便是了 大人 老三毕竟跟了我多年 您看是不是让店里 多给他刮母些银子 分文文不给 如果他母亲拿了银子不闹呢 段公曹将高正又给放了 我岂不是人才两空了 明白 小的口腿 去吧 去吧 扎碧 大人 老三和胡记的事 我从来就不知道 你也没跟我说过 对吧 小的明白 小的明白 小人口腿 小人口腿 老爷 大家都在前厅等您呢 知道了 你去吧 是 徐大人 高正呢 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高正被关进牢里了 先坐下吧 少安勿走 高正确实提过那死者一脚 但是好在没有人能够证明 那死者就是死于那一脚之下 那他们凭什么将高正收监 那帮路上打劫之人 皆是南风斋的伙计所办 可昨日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打劫在先 所以无论如何 高正也是伤了人 站在衙门的角度 暂时将他收监 也并无过错 我也询问了 逐离此时的断工層 他暗示过我 如果死者母亲那边能够安抚下来 此时便能够重新处理 宣布 绕跌流光重扰回过往 不见心事被隐藏 残不透朦胧 真相绿秋 真满缘轻音时钟所望 念念不忘亦不忘 两伤眼随随如常 春日演唱 欢歌无休去飞扬 借我一生相对望去 见诚儿子一场只恨 见诚如萤火残怜月亮 是非恩怨无不了 换一片剑影道光 问世间来日可风潮 问回忆何处可寻归香 问天下此谁最异常 问今生焦日生我敢忘 我此生好处是荒草 问天明却偏向谁一方 问爱恨如何幻无常 问诀别为何水过山长 问爱恨如何幻无常 忘记一念无量 远世无双 三生情一场 愿你光芒万丈 此一张狂 如月白岁上 问你一念无量 远世无双 三生情一场 愿你光芒万丈 此一张狂 如月白岁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